现在呢,我们要再来进行一个 就是智慧型物件 智慧型涂层 我问一下 同学有没有用过智慧型涂层 糟糕,你们平常都没有用一点智慧 所以你们用的都是这种一般涂层 那有智慧跟没智慧差在哪里,你知道吗? 差很多喔 其实Adobe很希望大家以后都有智慧一点 它会希望你以后尽量多使用智慧型物件 那我来示范一下 这一张 我先复制一份 我来跟你说明一下这两个哪里不一样 我针对上面这一张好了 各位,你应该有做过缩小放大的动作 如果是一般的涂层,你看我把它缩小 没有显示 这个 点到它 Ctrl加T 哎呦,这一张这么大张 好,来这里 当我把这一张图片缩小 好,当我打个勾勾 我再把它做一个放大 我再把它做一个放大 各位 你有发现什么事情 请问这张图 解析度有没有变得比较差一点 不是很确定 来,那我再缩小一点 这样够小了吧 好,打个勾 好,确认完之后,我们再把它放大 放大,放大,放大 各位有没有感觉到它明显不行了 对不对 因为呢 Photoshop在你缩小的时候 它还真的很认真 不该认真的时候,它倒很认真 因为你缩小了 它就把一些资讯就丢掉了 所以当你在放大 就等于是小图放大 就是马在这 这样了解 那我们来看看有智慧的 有没有不一样 好,这个我先放旁边 我把这个打开 那第一件事情,我们当然要让它变成有智慧咯 怎么变成有智慧,请找这里 有没有转换成智慧型物件 当我按下去 有发现这里是不是长得不一样了 好,我们一样的方式 把这张图 我把它缩小缩小缩小 我缩的比刚刚更小可以吗 这样很小的 再把它放大 放大放大放大 各位 你有没有感觉到 人家就是好好的 继续活在这个世上 所以 智慧型物件第一个特色是什么 它会保留你这张图片的原始寸 它不会因为你缩小 而怎么样 把解析度丢掉 当然你放大它也是会 因为它是点正乎嘛 对不对 但是它的原始解析度会留着 这样了解吗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看一下 你要编辑它 怎么办 平常我们如果像这种图层 你要编辑它 那我就拿这边的 比如说 这些笔刷 我就可以直接刷了 有没有 但是呢 如果你是用在我们智慧型 这个图层上面 很抱歉呢 你看拿过来 有没有发现是叉叉 不能用 那请问要怎么编辑它 请你 在这个图层的桌图上 给你拿下 登登 你会发现 它进到一个新的视窗里面 而且这个格式是平常大家比较少看到的 有没有看到PSB B是什么 BIG 就是Photoshop里面有一个 虽然你都是PSB 但是呢 它这个打扮就是大图 的 里面其中一个档案 这样有没有了解 那我今天呢 进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感觉到 跟我们刚刚是一样 所以你今天我要增加一个文字 要增加一个形状 都OK 比如说我在这边增加一个这样子 好 待会把这个关掉 把它储存起来 回到外面 有没有它就变了 那么你要再继续编辑它 不会 可以 请你再进去 请问刚刚的图层 有没有都有留着 这样是不是像Photoshop里面又有另外一个PSB的档案的概念 你了解了 所以你要编辑它你就要进到里面来 那这个是它第二个特性 第一个特性 保留你的原始尺寸 所以缩小之后再放大 不会 改变解析度 第二个 编辑它会离开新档 第三个 你如果有套用过滤镜 它也会变得比较有 有智慧一点 什么意思呢 来看一下 如果你平常 套用滤镜 我先把这个 下面这个先关掉 上面留着 如果我针对这张图片 我套用了一个滤镜 我们来扭曲好了 鱼眼的效果 我们来看看 好 它这样做了 确定 好它就进去了 万一你后悔了怎么办 我刚做完 可以马上还原 可是你做了好多次 或者我觉得这里我要做一些调整 那唯一的方法 就是复制一份刚刚的 然后再重做 但是呢 我们的图层 有了智慧之后 这件事情 就变得不一样 你看 我重新进到滤镜 重新套用鱼眼效果 确定 有效果了 对不对 可是重点是你看下面 你有没有感觉 连滤镜都变得有智慧一点 所以如果我不需要它的效果 我可以直接眼睛关掉 有没有回来 我需要调整它的参数 我就在这里 选两项 有没有又回来 这样你也没有感觉到 有智慧跟美智慧差在哪里 没有智慧的 苦力要多做一点 有看过公共电视的 那个节目 苦力吗 你都不会看 因为都在上课 对不对 这样有没有了解 所以你今天不要了 可不可以丢掉 当然可以啊 不要把它丢掉 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很像你们在用什么 是不是很像在用图和量数 那这样子 到底对你来讲 有什么好处 我们保留了 你Photoshop的原始档 更多的可编辑器 你有没有感觉到吗 你以后要改的时候 啊就这样打开打开 参数改一改数就好了 不需要重做的 真的 真的 这样了解了 所以 智慧型物件 真的 各位这个要丢会 虽然目前Photoshop还没有百分之百 全部都是智慧型物件 但是呢 他有越来越多的 原始的内容会往这个方向改进 这样你们要了解 如果哪一天你不要有智慧的可以吗 你想要回归一般平民的身份 就是把这个 打散回去 可以的 你点到他 一样 找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做转换为图层 你透过这个方式 他就打回原型 但是他问你 真的吗 要不要回来了 要不要打回原型了 因为我刚刚那里面有两个图层 所以他就帮你把他打回来 可是他就已经不是 智慧型物件 这样了解 所以这个 大家用Photoshop 一定要会 因为不管是 新的功能也好 对你来讲 但是他其实已经退一段时间了 就会让他打回原型了 就会让他打回原型了 对我来说